60. 命報6,900萬個衍生工具突新報變令李河君棄換股變相減持可能 2015年7月22日經濟B02漢能薄摸0566風雨飄搖之際 上週態度強硬抗議證監會停牌造法的主席李河君 及同時提早放棄一批換股衍生工具變相減持可能 據聯交所資料顯示,李河君上週三十五日 申報有一不涉及6941.2萬股 相當於市值約2.7億元的衍生工具歸零 估計是與公司協商提早終止所致 有基金經理估計,李河君未必是因為財政困難放棄換股 反而可能與漢能復牌前景不明朗有關 明報記者陳子玲申報3億股漢能淡倉環額股 根據2014年漢能年報資料,李河君原本持有漢能2.2億股購股權 其中6941.2萬股的行使期限為明年12月15日 另外約1.5億股的行使期限為2017年12月30日 相信李河君上週三申報減少的6941.2萬股 正是其中一批購股權 為李河君剛剛才於上週一13日 申報3億股漢能淡倉 可能涉及下股借貸 現在又提早放棄換股 變相減持可能 動機令人猜疑、分析 或有謝泰方追加抵押有分析員表示 目前較難評估李河君放棄換股的原因 但如果以漢能增發行級無公司漢能集團旗下公司的可換股債券 每股換股價不足一元 再加上李河君剛剛增加淡倉的舉動去假設 有可能是漢能長期停牌之下 有謝泰方要求李河君進一步提供抵押股 部分已盡量減低所承受風險 分析員又稱 然而現在證監會立零漢能停牌 前置變得更惡劣 不排除李河君要用成本較低的可換股債券 交押與謝泰方 才能獲得資金或償還部分貸款 李河君不至年幾億都無另有本地基金經理估計 該批衍生工具相當於不足百分之一股權 換股成本最多緊約數億元 李河君未至於年幾億都無 不過現時漢能復牌遙遙無期 李河君才決定放棄 譚紹興 復牌權有漢能轉移證監事實上 由於反駁證監會的指控 到前日宣布終止與無公司 五百億元的關聯交易 漢能對於證監會的停牌要求 似乎有高調對抗轉為軟化的 像香港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估計 這與復牌決定權以從漢能手上轉移到證監手上有關 即將不得任何謀行 即將苏主席譚 剛才倦散 第三次 感谢观看